今天呢是小年夜 我们很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在华人圈里面非常受欢迎 也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演员跟这个歌手苏友鹏 跟我们一起共度小年夜 友鹏你好 大家好 恭喜发财啊 我是五十哥来的 大家好 真是不愧你最近在这个华人圈里面到处跑 连广东话都能说几句了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我们以前剧组的时候 很多导演啊 工作人员都是香港人嘛 我们都是从更低下的话开始学起 好 那先跟友鹏说一句欢迎到湾区 这几天听说你有机会到湾区走 走相当不错 那么今年是你这个出道二十年了 待会有很多要谈的 我们这边先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有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的现场来宾呢是歌手跟演员苏友鹏 那么我想这个在你来参加我们的录影之前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收到很多你的粉丝寄来的 问题啊 问候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觉得大家他们都会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呀苏友鹏最近在干嘛呀 因为好像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一个很大型的作品了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的 你最近这一年多 一两年到底在做什么 就忙着推剧本啊 你两个忙 再解释一下 忙着推剧本这个听起来是什么意思 没有啦 我觉得怎么讲 其实就我们刚节目开始之前 其实有大概聊过嘛 就今年其实是我出道二十年了 然后从我十五岁半入行开始 其实我基本上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嘛 通通放在工作上面 那一直到差不多两三年前 我觉得可能也到一个阶段了 希望能够在就是生活的时间上面 比例上面做一些分配 那过去接了很多戏 那我就基本上不太想再重复了 比方说一些类似的角色 或是一些 对 我希望能够有一些 给我更有刺激的 或让我真正从心里面 很喜欢的工作才来做这样子 就比较不希望像过去 有时候会为了 比方说为了经济压力而工作啦 或是为了要抢市场而来工作 我觉得那东西都不是最快乐的这样 所以现在开始我就 对剧本的就比较挑剔 所以我刚刚开玩笑说 在忙着推剧本 事实上其实也要看很多剧本 可是真的希望能够遇到一个 真的有突破的 或是能够比较符合我现在的 我对人生的看法啦 或是符合我现在年纪的 一些角色再来做这样子 因为说真的 你从以前到现在 你演过的这个电影啊 或电视剧啊 其实已经很多了 包括里面角色也太多了 因为以前有现代的 对不对 那么当然很不能免俗的 通常都要在里面谈一场恋爱 那你现在有没有在脑心里 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构想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是可能想说 我以后试的大概是一个 什么走向 什么类型 或者是有些角色 你真的没有试过 会不会想试 比如说有些反派啊 有些这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 对对对对 训练啊杀手啊 你会不会排斥呢 并不排斥啊 我觉得只要导演敢用我 我都敢试 真的 因为你有本事 你真的是你有这个 你觉得你绝对有办法 演得像反派 演得像 但要揣摩啦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吧 过去 我觉得我演的角色都还比较正派 可能因为长得也比较正吧 就是眼神比较 就乖乖虎啊 那没办法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真的要做一些突破的话 我肯定有这个意愿想做 只是我觉得都要 那要花一些时间揣摩吧 或是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谈到这个演戏呢 或者说演技呢 其实你在前不久做了一个 我想对你来说 也算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也就是这个金牌制作人李伟松 他有个音乐学员 然后呢 他邀请你去当 这个客座的这个老师 可不可以谈谈这一次的经验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 我相信也是 很新 很新对不对 做完以后 我觉得我更尊重老师了 他找你去 最主要教什么呢 他其实啊 他那个 在他的学校里面 他开了一条新的line 一个新的线 他基本上就是一种明星的 怎么讲 一个养成的过程 因为他知道现在 其实各大唱片公司啊 或是一些 OK经纪公司 他们其实缺乏好的新人 那他这一个 这一条 这个 这个 新开的这个课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 明星的培训课程 这样子 所以他从一开始 他包括 他可能会教你 怎么样跟媒体应对 然后怎么样 打理自己的造型 然后怎么唱歌 怎么创作 就每一方面他都会有设计 那里面呢 他就希望 可能也希望大家 有一些基本的 对于表演的一些概念吧 那他后来想了一圈 他就叫他 因为他其实合作 做了很多都是歌手啊 所以他就 可能只有我吧 就是可能在演戏方面 又有涉猎 所以他就跟我谈这个事情 那时候因为其实 伟送和师送两个人 都特别特别好 他们人非常好 就在 在一些 超过工作合约之外 也给我非常多的帮忙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这个东西 我就二话不说 我就说OK 没有问题这样子 可是没想到 一旦答应下以后 才发现原来是个苦才师 你知道吗 对 因为才知道原来 你在课堂上面 要教一个小时 你可能要准备十个小时 对 我才知道 原来老师其实很辛苦 那谈到表演啊 因为你其实你十五岁出道 其实就是 等于就是进演艺圈了 对不对 那么你在这个演戏这方面 当然有很多很多实物的经验 但是你并不算是科班 我其实不是科班 所以我要补很多理论的 你才能教 对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不谈教课 我就谈你自己 因为你现在在 比如说很多时间 是在内地发展 那你知道很多合作的演员 其实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的 都是表演学院这个出来的 所以你觉得 你这个经历 跟他们不一样的话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就是说你在诠释一个角色 你在演出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琢磨出 你自己的方法 你自己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很缺乏技巧吧 因为在学校里面 他会告诉你一些 当你有了想法以后 你还透过一些手段 或是一些技巧 你才能够去达成 你想要塑造的 那个人物的角色 那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没有上过学 所以连那些基本技巧 其实都没有 你知道吧 就包括演戏 所以什么叫节奏感 我记得我那时候拍 我的第一部正式的电视剧 其实就是环珠格格一 那时候我是完全是新人 你知道吗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因为处影座的嘛 那时候都给自己 很大的要求 你知道吧 所以包括可能有时候 自己没有戏的时候 其他前辈 包括可能像张铁琳 铁琳老师 或是其他的什么 其实荣摩摩啊 皇后啊 他们其实演戏的时候 没有我的戏 我要在那边看monitor 就去看看人家怎么演的 人家怎么去处理台词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赵卫就批评过我 真的是跟别人批评 还是对你的面批评 就告诉我啦 就因为我们大家是好朋友啦 他就会讲 就讲说 演戏没有节奏感 我在心里心里想 什么节奏感 节奏感 节奏感一下 知道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对我们这种 不是科班出身来讲 就是我们都是 实战经验累积出来的 这样 然后第二方面 可能要有一些悟性吧 或是你自己本身能够 对 就是自己能够从经验里面 去截取一些东西 出来才行 那么接下来要问的就是 因为你刚才讲了这个 15岁进演艺圈 其实年纪很小 而且你那时候还在上学 同工 完全符合同工的标准 15岁到16岁之前 对 从同工开始进演艺圈 那么到现在 我算觉得相当不容易 因为这个演艺圈 变化时代太大 竞争也很激烈 能够那么顺利的待20年 还能卡在这里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真的是有本事 但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你这个 回顾过去20年 你觉得你有没有 其实放弃很多 或者牺牲很多 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 比如说大学没有念完 你这样想起来 会是一个遗憾吗 大学没有念完 现在 不是特别针对这个遗憾 可能会觉得 有机会的话 学生生涯没有过得很尽兴 这可能会是个遗憾 可是我并不认为 那个遗憾 非得是要拿到大学文凭不可 那像你刚才也说 比如说这个 跟朋友 跟家人 其实要牺牲的地方很多 对不对 是 特别得到很多 这必须要公平的来说 那当然 那也没有想过说 如果 其实如果不进演艺圈的话 你本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或是你本来会做什么呢 这很好笑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 因为我其实计算很深 我从小就是书念得很好的那种 有点 必然觉得呢 有点书在之路线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就很像漫画里面那种 你知道就一圈一圈的 很深的近视眼睛那种 小时候 包括我小学的时候 同学他们都会跟我开玩笑 就叫我博徒 就博士这样 就就笑我 就有一点老学究的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在他们眼里面 从小都觉得我应该 要不是个 不是去 变成个教授啦 要不然就应该会是 是个老师啦 什么或是个律师什么之类的 突然进演艺圈了好奇怪 大家跌破眼镜吧 真的真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吓死 对 外人怎么看不重要 你也没有让自己 也没有觉得自己很惊讶 对自己很惊讶 嗯 没那么惊讶其实 因为我其实一方面 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其实我从小就学琴 我参加合唱团这样 然后第二个 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 就参加小舞队之前 我有明星梦 我那时候表演运 那时候的表演运还蛮强的 对所以这件事情 是我主动想要做的 但后来 后来这么成名 这个是始料未及 可是一开始的 确实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OK 我们谢谢友鹏 我们观众朋友呢 我这边先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来宾是苏友鹏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话呢 已经有从这个芝加哥 洛杉矶 这个费城 还有华盛顿DC打电话进来 我想友鹏要不要先跟这几句 我们等一下接他们的电话 但是要不要先跟他几句 非常远距离的这个歌迷 先打一声招呼 谢谢你们打电话来 对然后我们赶快接起来吧 看看有什么可以聊的 好马上 那么因为还有很多这个 你的歌迷呢 其实是用email的方法 就传进来很多问题 所以呢为了对他们负责 我还是要把这些问题要问一问 所以我们现在 把他们hold在线上 先问那个是吗 因为他们这样 他们才可以听到 我们的访谈的内容 OK 好吧 那么我想这个 谈到你的歌迷跟影迷 我相信他们真的是 对你非常关心 而且对你非常 撩肉执掌的一群人 那么你这么多年来 你的这个心得 你一向跟歌迷或影迷互动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态度 比如说像之前 你想换一些新造型 那有些影迷可能会不接受 那有些影迷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他们喜欢乖乖乖的样子 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的 你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尺度 跟他们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要看哪些方面吧 基本上我觉得比方说 平常有机会 比方说录完影 有时候在门口 见到他们 或是一些可以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我觉得基本上 大家相处要真诚 我不会觉得自己好像 谁今天 就把人家的 对我的好当成理所当然吧 这样子 那至于在工作上 比方说你刚刚讲 工作上的建议 其实我有自己有 就他们有时候一些留言 或是一些建议 不管工作上的也好 私人上的一些 就是一些 私人事情的交流也好 我会拿来做参考 可是我觉得我不会 全盘都听 这样子 那么这些人 他们跟随你 他们想知道你的消息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都是一片好心 他们都是问得好 但是另外还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想要知道你的消息 他们可能要接近你 不一定是有那么多的好心 所以在这么二十年来 你有没有归纳出一个 就是对于你自己 隐私权的保护 尤其我们最近有听到很多 这个香港有很多 这个新闻 对于你自己的隐私 你自己怎么处理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甚至哲学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嗯 我不晓得 其实我在 我觉得我离开了 表演的舞台之后 我生活里面 我认为我是一个低调的人 就我 我在生活里面还希望 蛮希望能够 变成一个普通人的 所以我觉得那是有选择的 就有些艺人 其实在他生活里面 也很高调 所以当然可能 他跟一些媒体就会 大家各取所需吧 你知道吧 对那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这样子 那对我个人来讲 我会 嗯 不太喜欢拿私生活做新闻 嗯 就包括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 包括连台湾的媒体 也都在改变 大家很喜欢去 呃 就是着重于艺人的 可能收入有多少啦 你住什么样的豪宅 大家都 都是以这些东西 才能来作为新闻点 对啊 或者说有朋友 最近是不是跟谁谁谁拍拖啊 之类的东西 对 这种东西 我其实不太喜欢拿出来说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选择的吧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拿这个做新闻 其实 呃 相对我觉得那曝光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没错 不过你也了解这个媒体 他们是 他们是工作 为了他们的工作所需吧 这当然是他们的这个说 那我们其实也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我 我要不要嘛 对 所以这个是你的原则 你对待外界 对待媒体的这个原则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底线 那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一个balance 就是你要平衡 那以我现阶段来讲 我会觉得有些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新人 或是你知道 我不需要牺牲某些东西来 你知道去去 非得换取什么东西不可 我会觉得那我宁可不要也没什么关系 这样 我宁愿保持我的一些隐私 因为包括像我的家人 其实都是特别低调的人 我妈妈之前是老师 她有时候她也会非常困扰 比方说 人家有时候有新老师来学校介绍 就哎 这位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 我妈一下子都会觉得很尴尬 或什么之类的 对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 我们的工作 有时候会影响到家人 我必须照顾他们的感受 所以听得出来 这个友朋真的是成熟很多 越来越成熟 而且心态已经也转变了 那么二十年的时间 你刚才也说 也许在今年会想一些特别的计划 来好好庆祝一下 等于是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那么这二十年的时间 有没有你自己最开心 最难忘 或者是你就最珍贵的经验 这不一定是 还是蛮多的吧 我觉得那个 包括我刚刚考上大学 放榜那一天 然后后来我终于有做了 自己个人演唱会的那一天 在自己的舞台上那一天 其实这些都是还蛮难忘的 所以在你这个日记上 的确有几天可以勾得出来 是真的是 我觉得二十年真的 其实有很多事情 有一些高点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倒霉的时候都会有 那接下来就是要问倒霉的 就是说你二十年来的时间 总会有你最难受最痛苦 或是你觉得最沮丧的这个经验 对不对 是什么呢 难过沮丧的时候 我觉得这二十年里面 会让你觉得比较丧气的 比较 就我那时候休学的时候吧 我觉得 一下子变成千夫所指 压力下很大 那时候 对 报纸都会写个半板来骂我 那时候确实就觉得 人生变成黑白了 所以那时候的确真的 还没有适应到这个环境 突然就是你自己的决定 会变成是大家的事情 而且大家可以来公平公断这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可能出到太早吧 很多我觉得 在我那个年龄 都还承受不了的时候 可能某些压力 或是那些问题就已经来了 我就必须去面对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也没有 自己其实也可能 也没有处理得非常好吧 因为有些东西 自己都吓到 自己可能都没有能力去处理 这样子 所以我不晓得 可是当然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路走过之后 它还是会留下一些什么的 当然 二十年来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因为尤其是像你们这个演艺圈里面 真的 人前真是光鲜亮绿 在台上真的都是笑嘻嘻的 有很多辛苦 真的大家不知道 那对你自己来说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 不管是人也好 事情也好 或你自己的兴趣也好 对你在心理上提供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支持 或者说在你难过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 有没有这样子 我的信仰吧 我的信仰 我觉得我信佛 佛会面的有很多 对于人生 对于这个世界 或是这个宇宙观 它的一些看法 给我很大的帮助 让我能够到现在 我认为我经历了 这些上上下下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还蛮能够用 平常心来看待 最后的成绩的高低 我现在比较在乎 那个过程有没有研究 我不是那么在乎 不是以结果论 对 这个也是最新的 最近的近年来的 对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到这个境界 我真的很开心 我相信你这个心态的转变 对于你未来 在表演也好了 或者是演戏也好了 其实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 会很大的帮助 对 不会那么用力 你想试一些这种很深刻的 这个内心戏比较多的 这个人性描述比较多的 这个角色 对 希望能够先尽量能够 自己能先享受再说 对 好 谢谢友朋友 我们进段广告 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接接观众朋友的电话 观众朋友 我们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不是这样很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苏友鹏 那么也有很多外地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想在这个接电话之前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所以你的影迷都想知道 我想请你一起回答 那么大家都想知道说 你未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很显然的步调 变得比较慢 而且你比较爱惜羽毛 也开始这个 比较挑剔 对 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 想得比较清楚 比较谨慎 所以未来的一年 不管是专辑也好 电视也好 或是电视剧也好 有没有什么计划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08年基本上在计划里面 会比过去两年 会明显的要动起来了 今年其实有电影的计划 然后应该过完年 没有意外的话 也会接拍一个 一部蛮大的戏 这样的 然后另外 下半年还有一个 我梦想中一直想做的事情 可是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 如果能够成的话 我觉得今年会真的是 一个丰收的年 所以你能讲的就这么多吗 就是一个电影 一个戏 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 那怎么样 那我今天还会结婚 真的吗 那很多观众也是非常关心的 工作大概就是这些了 好 那我们大家慢慢等了 反正这个 已经算是给大家预告过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 哪部电影哪部新的 大家就慢慢看好 请大家密切留意 密切注意 好 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 来自这个芝加哥的 这个尹小姐 您好 你好 你好 尤鵬 尤鵬 欢迎你到美国来 我是芝加哥的星河 我想问你 你最喜爱的美国食品是什么 还有 有鹏 你出道这么多年 演过十一部电影 二十四部电视剧 有很多拍摄经历 那么你印象最深或最搞笑的拍摄经历是什么 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谢谢尹小姐 有空 一个那个食品是吧 美国的食物最喜欢哪一个 我不知道因为今天下午呢 刚刚我们去的那个Napa 喝了酒 对 就是那些酒的这些文化 包括整个那个酿造的过程 还有因为今天才正式的第一次学习怎么样去品酒 那真的觉得那个这样子喝酒那感觉差很多 跟之前那种 有人焦真的不一样 对对对那酒的味道突然都不一样了 对如果那对 因为印象深刻我可以选就是红酒和白酒嘛 这样子OK 那也算不错啦 代表你来美国还是有一些新的体验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那种东西是一个还蛮 有一种享受人生的感觉 就是你在品酒的过程里面 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 有一种有品味的假象 终身受用不尽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过程拍电影电视啊 这些经验当中有没有 他说是最搞笑或最爆笑的 搞笑啊 怎么搞笑呢 其实包括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拍喜剧的时候 都不是我们自己在现场自己觉得好笑你知道吧 主要是你要让看的人觉得好笑 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拍喜剧的时候 maybe有时候现场其实是很辛苦的 比方说我在拍《秦深深雨萌萌》的时候 就杜菲这个角色他蛮喜感的 可是事实上在拍的时候可能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不晓得什么戏有时候大家会很搞笑呢 通常都是看完了 这个拍完了自己看到 通常是看的人觉得很好笑 对可是也许我们在过程里面其实是还 只是很辛苦而已 很辛苦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的是 是来自洛杉矶的叶小姐 叶小姐您好 叶小姐 对不起是这个华盛顿DC的高小姐您好 嗨你好 嗨你好 嗨有朋友 嗨我不晓得记不记得去年在福州的时候我们有去接你 嗯哼 嗯然后 那时候还在福州 嗯对对对那天我们三个人去接你的 哦 嗯然后现在我已经到美国来了 嗯人生的变化真大哦 嗯对 哈哈哈 好那个呃高小姐是不是就是要问候一下有朋友而已 嗯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呃今天完了节目之后呃9号应该会在那个Vino那边然后我想知道然后你接下来就说还有几天在美可能在美国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好好谢谢高小姐来 我应该就会立刻就要回去了因为后面有工作 好对 大家应该要为有朋友高兴有工作是好事 哈哈哈哈好接下来是这个旧金山呃对不起啊是呃费成的李小姐您好 你好 哎李小姐您好 你好 嗯我常常你留言留言呃博客留言我的那个署名是那个beautiful life 啊嗨 嗨你好 欢迎友鹏到美国来 你好嗯 祝友鹏和你的家人辛春愉快万事如意 你也是 嗯 然后 呃嗯 嗯 呃我有三个问题 呃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听过友鹏说英语能不能说几句 第二个问题啊是友鹏这次来美国感觉和以前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呢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 我以前看过中文台的一个节目回顾一些老明星其中 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历 或多或少和他们扮演的角色的经历 有相像之处 扮演戏时 你用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去比较三十角色 角色是否也对你的人生观有影响 你觉得你的人生道路 更像你所扮演的哪一个角色 好 谢谢李小姐 这个三个问题 第一个还算是比较好答的 对啊 Happy New Year 好 算你过关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来美国的感受 访问有什么不同 他就说访问 我想他是来这个 就是来到美国参观 或者来到到访美国的感受 可能这是因为 我其实真正的工作 是9号在Reno的那个show 这是因为比较早到几天 所以前面这几天 是我第一次跟家人在海外 过年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还蛮特别 而且很少能够出国有 这么多私人的时间吧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 整个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常常来 匆匆去匆匆你知道吧 对都是觉得是在工作 所以这次确实很开心 我们非常谢谢友朋友 也希望你这个 不但是演唱会顺利 明年的计划都能够 如你所愿的 非常顺利 非常成功 谢谢友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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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